国立台东大学107集华语文学系的毕业文学专题展 7号选在史前文化博物馆来进行 主题定为后山人余响 以台东的人文和景观为题 创作出优美的文学作品 以台东的人文景观在地店家等为主题 今年国立台东大学107集华语文学系毕业文学专题展 选在史前文化博物馆举办 7号上午举行开幕典礼 对于以台东的人文景观为主题 自己是南投人来台东也被这块土地连住了 对同学们经过后山寻讨后的文学作品也感到很骄傲 大家在这里就是以台东为观看的这个基础 然后发展我们自己每一种不同的观看台东的方式 那老师其实三位老师都觉得好骄傲 因为我们都在你们身上看到一种青春的力量 在这里就是台东变成的事不是只是过客而已 还变成是你们创作的养分 然后而且变成是你们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人生的记忆当中 紧紧联系的一个很棒很棒的生命的体会和经验 毕业展呈现台东的方式有 纪录片小说短剧等等非常丰富多元 老师们也分别到每组聆听同学的创作理念 水天空石头还有植物 那我们是以这四项物品写一封信给背码啦 那所以我们的话下面会有一个绑扣贴 那我们可以你可以动起你的手 然后转开这个绑扣贴上面的绳子 那里面会有一封信 那信件的话会对应到我们成品的部分 那一个信件会有两个景点 所以我们总共有自然的十个景点 跟人文的十个景点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有特别去做一个挑选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除了就是会帮他做一个介绍以外 就是我们还有帮他配上诗词 然后诗词是除了就是贯彻我们这四年来的所学 还有就是中西方的一些诗词这样子 然后就是代表就是觉得台东就算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并不局限这样 他是同向未来的 那这个内容就是呢 日志时期的汉诗的诗人他们来到台东 或者是在地的诗人他们写了台东的诗 跟地景有关的跟地方有关的诗 然后大家就是可以点进去 就会看到有很多就是台东在地的诗人 或者是台湾在地的诗人写的这些古典诗 那这些诗的内容呢在我的论文探讨里面呢 他其实跟我们今天认识的台东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他虽然也写山海 然后也写就是跟原住民族群的互动 但是呢我们今日认识的台东 可能他会是一个退休的好地方 但是在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是来到一个开发中的一个都市 就是还没有完全成型的一个小镇 华语系与石前文化博物馆合作多次 这次展出围棋两个月 希望传达后山的纯后人情与辽阔山海 展览地点在石前馆二楼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记者 廖婷珍 台东市报导 对 对